请看路加福音13章 十三章的第六节 于是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第七节 就对管员的说 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他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图呢 第八节 管员的说 主啊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图加上分 第九节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 不然再把他砍了 阿们 感谢神的带领 让小弟这一次有机会回台湾去进修 这一次小弟回台湾经过纽西兰 到奥克兰教会 在那个地方小弟一起聚会领了三次的会 后来回到台湾 除了在台湾 除了在台湾学习以外 访问了三间的教会 如果有人问我说 这一趟走来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一个感触就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所以在台湾两次的领会当中 我用这个题目做彼此的勉励 是因此之为 在台湾学习在台湾 我提醒到兄弟们 这两次的证明 感谢神的 聚会完了以后 在网络上有人这样看灯 他说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就想今天下午 我们也用这个题目 来做彼此的勉励 这一段是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题目是不结果子的 无法果树 为什么主耶稣要讲比喻 主要有两个原因 他有两个原因 他有一种原因 是为了批语到原谅 第一种原因 是为了批语到原谅 他想比较容易解释 我们更容易解释 第二种原因 是为了发达批语到原谅 第二种原因 使用来批语到原谅 使用来批语到原谅 是想从発达的原谅 祂生了我们的印象 在这里主耶稣说 有一个人 其实这叫做指着真神 他有一棵无花果树 这个无花果树 就是指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这个树是栽在葡萄园里 葡萄园就是指着教会 这个人他常常来到树前面找果子 果子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 尤其是指着我们的好行为 那很可惜的是 却找不找 所以这个圆主就很失望 他就对管员的这样说 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 前来来找果子竟然找不到 所以把它砍下来算了 何必白占地图呢 这个时候管员的替这一棵无花果树来求情 说主啊 今年起留着吧 主啊 今年起留着吧 等我周围掘开图加上分啊 以后如果结果子变罢了 不然再把它砍 这个比喻在说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这个圆主跟无花果树的关系 这个圆主对无花果树有他的期待跟要求 同样的无花果树对这个圆主也应该有应有的回应 那原主对无花果树的期待是什么呢 就是要结果子 这一棵无花果树就不至于被砍下来 因此这个比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是神检学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结果子 先看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16节 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15章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的我 是我拣选的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祂就赐给你们 为什么主耶稣要拣选我们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那有这套进去 福音快乐 Care浊教 gets争快乐 譬如说 可以怂动 مث Tab sour 嘴唇 比如说 忍本 不 疑 真的 成圣的果子,甚至于圣灵的果子, 这些都是好的果子,可见果子就值得我们的好的行为表现, 我们再参考《马太福音》, 再前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了。 树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一个人, 而果子在圣经里面就指着一个人的行为, 结好果子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第二个角度, 这就是表明神的神性。 这就是表明神的神性。 也说明神的心态。 也说明神的心态。 神的神性最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公义。 这是神威耶的一面。 所以说不结果子就要被砍下来。 所以说不结果子就要被砍下来。 我们请看罗马书。 罗马书十一章。 罗马书十一章。 二十节。 二十节。 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节。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 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 二十一节。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知者,也必不爱惜你。 二十二节。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这就是神的公义。 不结果子,要被砍下来。 因此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绝对不可以自高。 反而应该要惧怕。 第二个,是慈爱。 这是神宽容的一面。 这是神宽容的一面。 对人常常存着忍耐。 神宽容的一面。 就像这个圆主在等这一颗无阿果樹。 不是等三天。 也不是等三个星期。 也不是等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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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等了三年。 我们看到神的要求并不过分。 通常神都会给人一段时间的。 一直到实在讲不过去。 我们看到这个圆主还是不忍心的。 他还是答应管员的请求。 他还是答应管员的请求。 再给一年的时间留员查看看看看。 这就是神的怜悯。 我们请看以西结书十八章。 以西结书十八章。 二十三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 主神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再请看三十二节。 主神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 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了。 神绝对不希望人走向灭亡。 就算是恶人神也希望他能够回头而存活。 这就是神的词。 因此我们今天为了避免被砍下来, 应该明白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我们应该明白神的神性和心态。 神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神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问题就在我们人自己。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人的问题。 我们看到当神在最后的一刻。 决定砍下来之前。 我们看到在这句话前, 当神在最后的一刻。 一定会给人再一次最后的机会。 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不晓得好好地把握住了。 如果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把握住了。 一朵。 到一旦失去。 一旦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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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后来的换作。 在这边返回来。 再来不及了。 这就是这一个比喻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有时候我们能够想一想 我们发现人是很聪明的 但是如果再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以后觉得人好像很愚蠢 为什么说人是很聪明 为什么说人是很聪明 因为人对世上的名利很会争取 很会保护两次 再辛苦也不会放过的 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尤其是在物价波动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人很聪明 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捞一笔 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有的时候觉得人也是很笨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有的时候觉得人也是很笨的 而是在一天上的火候 再有一天上的人 有一次病 或是被病 或是患者 有一天上的灰难 或是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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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早知道我应该要好好地做 可惜已经太慢了 就好像主耶稣责被当成的法利塞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二节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第三节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人很会分辨天气的 尤其是现代科学这么发达 预测气象真的非常准确 可是我们却发现人不会分辨神的时候 虽然神的时候不能够的确知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时候一定有灶头 就好像末日一样 有很多灾难的灾难 有很多灾难的灾难 会发现很多灾难 神用上来提醒我们 警告我们时间不多 也许现在就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到底这些灾难是什么呢 除了那些灾难以外 其实神经常经常经常发生 在我们周遭的一些事件 在我们中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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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个人的管教 或别人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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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神神给我们的照顾 甚至于是历史的见解 也可能是历史的见解 只可惜人常常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我们请看回来路加福音13章 请看回来路加福音13章 路加福音13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节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达多使家里里人的血 参加在他们基于中的事 告诉耶稣第二节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第三节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第四节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了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第五节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这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两件事 第一件是新闻 第一件是新闻 第二件是旧文 旧文是旧耶稣告诉人啊 那所谓的新闻就是现在周遭发生的事情 那所谓的旧文就是对历史的回顾 那在这里所提到的两件事件都很不幸的 那我们看到 主耶稣对这个事件的本身 并没有假评论 主耶稣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人对这种事件的看法 一般人的看法大概有三种 第一件事件是同情 第一件事件是同情 为什么这么可怜 第二件事件是同情 第三件事件是感恩啊 第三件事件是感恩啊 感谢主保守 这是好的啦 但是却很少有人来检讨自己 因以为借 sin embargo 有很少人来检讨自己 想到如果这件事件是临到我 我该怎么办 反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主耶稣只担心一件事件是同情的 主耶稣说 不是哦 这不是罪的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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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审判在神不需要比较 因为宗判在神不需要比较 因为宗判在神不需要比较 这不是罪的错误 正确的观念应该是 如果不及时会改 结果会一样灭亡 错误的观念是 我比他们好 所以我没有问题 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最危险的 因为看不清灶头 也保护不住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很平安 并不代表我们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很好 也不保证我们没有问题 也不保证我们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感觉 其实应该强调到的是 这是神的关键和念念 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必须深厉害 是我们的感恩和祝福 我们的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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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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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第九章 二十九章 罗马书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 又读以赛亚先知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 给我们轮流于总 我们早已经像 Sodoma 而莫拉的样子 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 有时候我们老早 跟Sodoma 而莫拉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 需要一种觉醒 当我们看到 很多不幸的事件 我们就更应该谨慎 更需要努力 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 debemos decir no siempre a nosotros a nosotros mismos 今年 这个月 今天 也许就是我最后的机会 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积极 在台湾有一位姐妹 在台湾 有一位姐妹 有一位姐妹 她病得很重 她没有办法医治 她就祷告 也请弟兄姐妹 教会弟兄姐妹 帮她带来 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很有爱心 大家就帮助她祷告 但是不知道她的问题 在哪里 有一次在祷告当中 有一个姐妹 就看见异象 她看到一只手 一直翻日历 那个日历 就是一天吃一张的 那是一天吃一天 很快就翻过去 最后她只说了一句话 是圣灵借着这个姐妹 祷告说翻译 翻译 说五年 这位翻译 看异象的姐妹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位翻译 这位翻译 看异象的姐妹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是这位生病 当事者 这位姐妹 她自己很清楚 pero la hermana que estaba enferma entendía perfectamente 她算了算 五年的时间 信心能带 她 hizo un cálculo 她没有人 没刀 没有教会 所以她就是在神的面前 和她 她跟主耶稣说了 她跟主耶稣地说了 她跟主耶稣地说了 主耶稣地说了 如果妳让我病 好了 主耶稣地说了 主耶稣地说了 我要好好做圣工 神爱她 没有多久她真的很快好了 可是很可惜的是过没多久她又开始信心冷淡下来 结果又生病了 这一次生病她就不敢告诉教会了 她想不好意思啊 所以就一直找医生 但是却没有办法医好她的病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又告诉教会 请弟兄姐妹帮助她代祷 弟兄姐妹还是很有爱心帮助她祷告 结果在有一次的祷告当中 有一位姐妹又翻翻眼了 说最后一次再没有机会了 讲得非常清楚 这位姐妹也听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这位姐妹放生痛苦 在这个时候这位姐妹放生痛苦 她想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爱我 虽然我这么不好 但主耶稣还是没有被丢弃 但她又在主耶稣的面前 然后在主耶稣的面前 然后就修悲了 我病好了一定大发热心 然后就修悲了 我病好了一定大发热心 然后就修悲了 真的没有多久她的病又好了 然后就修悲了 很可惜了 她又开始信心冷淡 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就勉弃她 不要忘记是主耶稣给你机会 但是她不听 她怎么说 我没有赚钱哪有饭吃 我的孩子那么小 孩子没有漂亮的衣服 怎么跟人家出去比较 当一个人信心能但不来教会有很多理由 当一个人信心能但不来教会有很多理由 就没有多久她又病了 这一次她还希望主耶稣再给她一个机会 很可惜没有了 后来她就离世了 在半生里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她痛苦 不只是因为她孩子很小可怜 更重要的是因为主耶稣爱她 为什么她不晓得她把她的机会 这也是很可惜的例子 这是很可惜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们在巴西圣采白的有位弟兄 在巴西圣采白和里面有位四中 在巴西圣采白和里面有位四中 弟兄姐妹 劝他访问他 都没有用 有一位弟兄 他在晚上做梦 他在梦见一件很大 漂亮的房子 他在梦里面 他知道这就是神的家 在这个房子里面 有一张很大的桌子 他发现很多弟兄姐妹 团在桌子里面 一起团契 很快乐 这位弟兄在里面 就一直找 这一家人 怎么都找不到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所以这位弟兄就很关心他 特地去访问 他去劝他 没有想到被他赶出 这位弟兄更难过 最后写信告诉他 这次还是没有用啊 这位弟兄又梦了一个梦 梦见这个弟兄安息日去工作 他想到这位弟兄弟 他是去盖房子的 他看到他爬到樓梦 爬到上面去 他看到他爬到樓梦 爬到上面去 突然这樓梦倒下来 他看到这个弟兄掉下来 他看到这个弟兄掉下来 他喊了一声 Hallelujah 拥到ALELUYA 你说干钱过去 他就掉下来 刚好 там一根一根尖尖的竹子 在天堂上,在天堂上有棍子,有棍子,有棍子 有棍子,有棍子就被棍子了 这位弟兄就想,我一定要告诉他 所以他就跑去告诉这位弟兄 很可惜这位弟兄还是不听 结果他真的安息着又去工作 他真的在那一天爬楼梯掉下来 真的差一天被竹子擦死 他所发生的情况跟弟兄梦中所看到一模一样 神再一次警告他 他给他一个机会 那很可惜他还是不听 又经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 他吃饱了饭坐在客厅 看电视 他年纪很轻 他身体很壮 所以他认为我是没有问题的 他认为他没有想到 他看电视看一半心脏病发作 趕快叫救護车 那时候他向神求 再给我一个机会 感谢神 神还是给他机会 所以他没有死 医生告诉他说 你再慢一下下你就没命了 很感谢主 这位弟兄现在都来聚会 因此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面对主耶稣 así que pensemos como nosotros debemos deberíamos enfrentarnos a Jesús hoy en día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得救 como podemos salvarnos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nosotros debemos cumplir con un principio importante 就是绝对不能能当下来 que es que no podemos ser débiles una vez que una vez que seamos débiles una vez que nosotros veamos todo lo que sucede alrededor nuestro nosotros debemos advertirnos de la siguiente manera si nosotros no nos arrepentimos lo antes posible entonces nuestra única consecuencia es la perdición y seremos cortados el ser cortados no es solamente el castigo carnal o corporal si el castigo solamente consiste en la muerte del cuerpo entonces esto es algo insignificante porque nosotros sabemos que nuestro cuerpo carnal es momentáneo en realidad el ser cortados también significa nuestra destrucción del alma y esto es realmente temible veamos Marcos capítulo 9 Marcos capítulo 9 versículo 48 Marcos capítulo 9 versículo 48 aquí Jesús nos habla sobre la situación del infierno 49 49 porque debemos que el castigo del infierno es realmente temible hay personas que consideran que esto es una mitología pero no lo es en San Pablo nosotros tenemos un hermano que experimentó esto hubo una época en que tenía soberbia que era muy soberbia y durante una noche Dios lo hizo experimentar el castigo del infierno él durmió hasta medianoche y en los sueños él vio que él caminaba solo en un camino en ese momento estaba lloviendo fuerte y de repente hubo un trueno y lo mató un relámpago y lo mató y se vio acostado en el piso en el suelo y enseguida vio que su alma salió de su cuerpo cuando de su cuerpo se separaron el alma del cuerpo el alma fue llevado directamente al infierno él sabía claramente de que estaba en el infierno en este momento él descubrió que tenía estaba lleno de fuego que su cuerpo estaba lleno de fuego y no lo podía apagar él sufría mucho pero era un fuego que no se determinaba de quemar porque lo que se quemaba no es el cuerpo carnal sino el cuerpo espiritual y después también vio que su cuerpo estaba lleno de gusanos estos gusanos lo mordían quería apartar los gusanos pero no pudo así que él experimentó personalmente estos dos versículos de Marcos así que cada vez que se menciona el infierno él tiembla porque él fue personalmente en San Pablo también tenemos otra hermana que no vino a la iglesia por un largo tiempo y no importa de qué manera la exhortaban los hermanos no servía para nada porque su marido no era miembro de nuestra iglesia ella para no disgustar a su marido no venía tampoco a la iglesia hubo una época que ella tenía ella tenía una amiga cuyo padre fue asesinado esta persona era una persona buena según sus conocidos así que esta hermana al enterarse de esto estaba muy mal y no entendía el porqué ella decía si Dios es justo y es misericordioso por qué permitió que esto sucediera si es así para qué quiero creer en este Dios no quiero creer y ella se dijo a sí misma a partir de hoy no voy más a la iglesia pero el hombre no sabe todo pero Dios sí lo sabe así que en esa misma noche Dios le hizo soñar algo durante sus sueños ella sentía que se moría ella sintió que su alma se apartaba de ella este alma se cayó a un agujero sin fin y la velocidad era muy rápido se fue a un agujero sin fondo y ella pensó que ella pensó que se moría así que ella quería aferrarse a algo para poder detenerse pero no no encontraba nada en que aferrarse en este momento ella pensó tengo hijos pequeños no puedo morir y además pensó abajo está el infierno no puedo ir a ese lugar así que se arrepintió le pidió perdón a Dios y le pidió otra oportunidad así que Dios escuchó su petición y de repente hubo una fuerza que la levantó y ella se despertó estas dos personas cuando despertaron de sus sueños estaban empapados de sudor entonces esta hermana luego de despertar pensó que debía ir a la iglesia entonces el próximo sábado fue a la iglesia nadie sabía por qué apareció así de repente luego de la reunión cuando todos oraban juntos en la oración hubo un hermano que fue lleno del Espíritu Santo y el Espíritu Santo le dijo a este hermano cuando termines de orar anda y decirle a esta hermana esta es la última vez no tendrás más oportunidad este hermano no sabía por qué el Espíritu Santo le dijo esto y luego de la oración este hermano dijo si el Espíritu Santo me dijo que le dijera esto entonces no puedo callarme así que fue y se sentó al lado de esta hermana y le dijo recién cuando estaba orando el Espíritu Santo me dijo que te dijera lo siguiente esta es tu última oportunidad no tendrás más oportunidades esta hermana se asustó tanto que se quedó en blanco tenía la cara blanca y le preguntó a este hermano ¿cómo supiste lo que me pasó? y este hermano dijo que yo sé qué así que a partir de este momento esta hermana asistía asistió a todas las reuniones gracias a Dios hoy en día Dios nos hace vivir en paz pero ¿acaso esto quiere decir que nosotros seamos buenos? no si nosotros creemos que somos buenos entonces estaremos en peligro en realidad nosotros somos grandes deudores delante de Dios solo que nosotros le debemos cosas distintas a Dios y además el momento de rendir cuentas no ha llegado y aparte Dios nos está dando una última oportunidad es por eso que la Biblia nos dice nosotros nosotros debemos hacer la debemos realizar la salvación con con temor vemos Filipenses capítulo 2 capítulo 2 versículo 12 versículo 12 que hoy en día hoy en día estamos viviendo en un mundo que está prácticamente en paz y un mundo bastante avanzado todos todos los días todos los días cuando abrimos la tele y vemos las noticias vamos a ver muchos hechos muchas desgracias por ejemplo la hambruna que hay en África o por ejemplo las guerras interminables del Medio Oriente o por ejemplo la inundación que hay en Median o el terremoto que hubo en Shichuan o desgracias personales de las personas cuando yo estuve en Japón vi una noticia que me llamó la atención en el pasado hace unos años Japón tenía el índice de suicidio más alto del mundo pero ahora se revirtió la situación había una persona que se sentía impotente ante la situación social y eligió hacer algo él llevó un cuchillo al centro donde había mucha gente y a medida que veía a una persona los apuñalaba estas personas murieron de una manera inexplicable porque no conocían a este sujeto y murieron de una manera inexplicable realmente si vemos las noticias hay muchos hechos desgraciados que suceden a nuestro alrededor en este viaje a Taiwán realmente vi demasiado y cuál es nuestra sensación luego de ver todas estas noticias además de compadecernos de ellos de alegrarnos porque no estamos en su lugar y de agradecerle a Dios nosotros deberíamos autoexaminarnos o tal vez deberíamos modificar el contenido de cada una de nuestras oraciones no solamente debemos pedir por la paz y la prosperidad de nuestra familia o pedir solamente por la prosperidad económica tal vez nosotros debamos aprender de la intercesión y de la petición de este vineador dijo Señor déjala aún este año debemos pedirle a Dios que nos añada fuerzas y decirle que nosotros estamos dispuestos a dar buenos frutos a trabajar para Dios y no inutilizar la tierra y glorificar el nombre de Dios de esta manera ahora vamos a aprender un himno nuevo de la tierra de la tierra de la tierra